台北市长郝龙斌最后一任市长任期过半 他也选在就职的六周年推出新的十大建设 台北市大家长宝座郝龙斌一坐六年 国家有困难时候推大型建设 政坛前辈们都有交 未来松山机场硬体全面升级 周边老建物也会划入整建范围 在家上网已经是常态 速度不尽人意 105年光鲜入府除了品质更稳 价格会比现在调降11% 玻璃帷幕造型特殊建物 逛3C不必千里迢迢飞往日本求业园 台北呢 不少国片都在台北取景 成立影视音产业园区 能够提供更优质创作环境与国际竞争 车站前的双子星大楼 新建完成后机场预办登机通往国门 与国际接轨 其他也包括捷运新建工程 云端产业园区 资讯园区台北艺术中心 以及北部流行音乐中心 还有城市绿丘 预估五万七千人能够因此找到饭碗 是希望来为台北市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大家一起团结起来 共同来打拼 你讲到我的未来 老实说 I don't care 最后一任市长任期过半 郝龙斌引用前行政院长孙韵学名言自免 前辈政治生涯是否有值得参考 郝龙斌在台北政绩就是他的未来 TB 群羊心坡 中沛军 台北 台访报道